初步的規劃 我们都是规划在室内 因为最近天气也比较热 怕孩子他们酒后 我们都规划在室内 那么场地目前 台北市在自由广场 新北市在板桥车站 桃园市在桃园巨蛋体育馆 台中市在国立的自然科学博物馆 台南市在台南市立图书总馆 高雄是在高雄展览馆 台北的部分会由台北龙总来负责 来组责 新北的部分会由部立台北医院来负责 桃园的部分是由台北龙总桃园分院 台中的部分是由台中龙总 台南的部分是由部立台南医院 高雄的部分是由高雄市 他目前还在协调当中 那么我想这个是目前 我们规划设置的六都的 大型的接种站 那么其他的县市 如果需要的时候 也可以跟我们指挥中心反应 我们再来做一些讨论 另外就是说 爸爸妈妈他现在的选择就是说 第一个他可以依照原先县市府的安排 去施打也可以 另外的话 当然也可以利用 我们设立的大型接种站 从6月1号开始 也可以来做这个施打动作 给大家多一点的选择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六都所设置的这个站 总共现在是7站 因为桃园除了桃园巨站之外 又多了一个这个陆军专科学校 由这个桃园这个804总医院来负责 那么 这边也要提醒各位爸爸妈妈 那他们有两个选择 第一个就是按照 县市原先规划的时程 去打 那如果时间没有办法配合 或临时有改变 或是比较心急 那就可以到我们所设的 这个大型的接种站去接种 那在各个医院 也都希望说 能够先上网去预约 那这样子的目的 主要是要减少这个排队的时间 那会比较有秩序 那当然如果到现场 我想各个站也都会接受这个服务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小孩都是这个父母的这个宝 也是我们国家的宝 那既然是这样子 那我们也都愿意多花 这个一些资源 那让我们的这个小朋友 能够尽快接种到疫苗 那也体恤我们的这个爸爸妈妈 给他多一些管道 那赶快完成这个接种的工作 好那整体这个辉瑞的疫苗 或者因为小儿的疫苗 还是再次强调是绝对够 绝对够 那但是呢 这几天因为再过来也会有 那个端午的廉价 所以这个大型的接种站 在廉价的时候是不休息的 那不过请大家先行预约 因为怕就是说在廉价 大家想在开学后等了好几天 我们都大概做过父母 有时候差一两天就觉得很急 虽然给大家做不需要急到这样 但是呢 我们还是体谅 大家有这样的急 有这样的需要 那政府的资源有 那我们就结合地方 结合医院 把事情做得更完整 让大家及时能够打 那况且有时候 在上班的时候也不方便 那在廉价的时候 把这事情做完来 我想大家也会更安心